因为有大陆船员死亡 所以事情就变得复杂 一开始国台办 也只是想希望能够公布真相 可是没想到这两天急转直下 昨天大陆的渔民回到大陆去之后 翻口供直接指控 他们的翻船 是被我们的海巡艇给撞翻的 所以死人也变成是我们的责任 那事情大条怎么办呢 那得找证据 但是偏偏没有证据 没有录影画面 所以事情变得很复杂 想要观点来评观点 欢迎收看伟汉观点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 很久没有感觉两岸的情势这么紧张 连美国都发现情势紧张 呼吁两岸要冷静 真的我觉得四个字 待机大条 今天很严肃的 也很怎么讲 就是用事实说话的 来把这件事情 在我们所知的范围还原 那我们所知的状况 随时会调整 因为说法随时都会变 但是依据事实说话最重要 我的态度先在节目开始之前 跟观众朋友报告 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身为台湾人 我一定支持我们的海巡署 可是海巡署如果有什么地方 不够完美 所有瑕疵 我们就改进妥善处理就好了 赖清德总统当选 昨天在名讲中常委 他已经揭示了 三点态度 第一个妥善处理 第二个坚定执法 第三个避免发生 根据这三个基础 我们必须要还原 整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 四个层面 旧事论事将心比心 人命为大 妥善处理 先讲旧事论事 总之 大陆的船 不管这个是渔船 或者是说这是勤搜船 这个是走私船 它就是船嘛 四个人进到了我们的限制水域 金门的北定岛 东边1.1海里 距离限制水域线 以西0.86海里 清清楚楚的 被我们的海巡队员 发现之后 要上前查气 要登检 可能还要扣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意外 大陆的船只翻覆 四个大陆船员 摔到海里面去 救起来之后 两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金门医院急救无效 所以造成了粮死 观众朋友 因为有大陆船员死亡 所以事情就变得复杂 一开始国台办 也只是想希望能够公布真相 可是没想到这两天急转直下 昨天大陆的渔民 回到大陆去之后 翻口供 直接指控 他们的翻船 是被我们的海巡艇给撞翻的 所以死人 也就变成是我们的责任 那事情大条怎么办呢 那得找证据 但是偏偏没有证据 没有录影画面 所以事情变得很复杂 救世论事 它到底发生什么 观众朋友 我现在把我们的海巡署的图 给大家看 什么叫做限制水域 跟禁止水域 必须清楚 你看到 我们台湾的周边 有两条线 一条是红线 红线以内叫禁止水域 什么意思呢 就是12海里 零海领空就是12海里 那一海里等于1.85公里 所以大概就20几公里 的海面跟天空 都是我们的零海领空 清楚吧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 这个零海里面的话 任何船只进来 我们海巡署是有权对 这个进到我们禁止水域内的船只 登检 扣船 有没有 清清楚楚 这个图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们平观点自己小编去做的 就是海巡署在2020年 自己贴在海巡署脸书上的 大家可以上去看 所以这是海巡署的SOP 所以进到禁止水域 12海里 登检 扣船 那如果说没有进到禁止水域 而是往在外24海里以内呢 中间那个临阶区呢 那就是紫色线跟红色线中间这一块 就是两次驱离无效以后 一样是登检扣船 那观众朋友 因为你看台湾很清楚嘛 就周边这样两圈嘛 12海里一圈 24海里一圈嘛 红线 紫线 很清楚 可是如果你打开金门的 这个限制水域线 跟禁止水域线 你就懵掉了 奇怪 怎么跟刚刚尾汉给我看的不一样 没有两圈耶 北面这个金门跟厦门中间这一条 黑线跟红线 根本就同一条线 怎么会这样 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把那个限制水域线 再往前推 推到这个24海里的话 那你直接压到厦门啊 厦门的人在海边 在那边看雨以后 你一定进入我们限制水域线 起退后 那不可能要大事 所以限时要认清 金门厦门非常接近 过去两岸没有紧张 所以相当无事啊 也不会有人赶我 我也不会去赶别人 可是现在呢 因为我们 比较强行的执法的关系呢 所以过去的八年来 我们也就是驱离啦 或者是这个检查啦 大概加起来有九千多件嘛 通常是把他赶走就好了 可是除了这个意外 我们就得了解什么事情 根据海巡署 2月15号所发出的新误稿 讲前一天 2月14号的下午1点45分 发生什么事呢 他说呢 金门海域执行春节防堵陆船越界 的勤务的时候 在北定岛 好 画面这边 在这个金门的东边的一个小岛 北定岛的东方1.1海里 刮湖 禁止水域内0.86 平均点算给你看 1海里等于1.85公里 所以呢 0.86海里就是1.59公里 不到1.6公里 不到2公里 也就是他已经跑进我们的禁止水域线 大概1点多公里的距离 1点多公里肉眼都可视 有时候他故意的也好 我现在不假设任何状况 我们用分析的 他故意进来你就把他赶走 如果你要赶他不走 那你就登船检 把他扣船 可是为什么发生翻船呢 他说呢 这个三无船 快艇越界之后 海巡在执法过程中 我现在念的是海巡署的新闻稿 不是我和自己脑补在乱讲 陆船蛇行巨简 不慎翻覆 四人落海 立刻搜救 救起四人 两人宣告无效 有没有 红色空起来 清清楚楚 这是海巡署发出的新闻稿 2月15号讲 前一天2月14 那从2月15号到现在今天 已经2月22号了 这个两位被救起来的大陆船员 他回到大陆之后居然讲说 没有啊 什么叫我们不慎翻覆 他说就算是很快的这样走 也不会翻覆 是要被撞的才会翻覆 那事情都打掉了 对不对 来听这两位大陆船员 他们的说法 当天经过12点多 我们就开机出去 到12点50 就看到宝机开起来了 就冲动我们的船开起来了 我们自己船什么可能翻掉 他几张万也转不翻不掉 要撞回才会翻掉了 冲一下 我们顶翻掉了 我们就转到水里面跑出来 四个人直接两个上岸 我们两边跟游民打人 我们没对他怎么样 他们以前到我们在那里 我们对他们很好 这次他对我们这样太失望 我们很安全 已经回到大陆 我就很开心了 你们很早就 帮我们早就回家 你们抢救了遗产的办法 谢谢你们 麻烦啊 大陆船员现在回去又讲说 他们是被我们的海巡艇给撞翻的 那他也讲说 他的说法倒是 跟一开始大家质疑的方向 是有点一致 蛇行为什么会翻船呢 你在怎么蛇行 我不是什么船老大很会开船 可是我的理解坐船会晕 但是坐船 比如个急转弯 开很快急转弯会不会翻 这个要问专家 那他是说不会 他是说被撞的 问题来了 他说被撞就被撞 我们的海巡艇有没有撞 那要拿出画面证据来说话 那拿出画面的证据来说话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没有画面 我们怎么办 我到现在为止也是对于海巡的这四位 因为当天大陆的渔船是四个人 我们的海巡艇也是四个人 我们现在依据事实说话 四个人当中依据海巡署的说明 一个人操船 对不对 他在开船 然后有两个人要准备登检 有一个人是全程在那边戒备 所以在过程当中有四个海巡队员 这两天也很多揭露很多讯息 包含在立法院委员质询 海巡署海委会的主委讲说 对对对 我们都会有密路器 来各位网友 如果你有遇过警察 比如说礼拜五 或是春酒 或尾牙 扩大春安领检的时候 对不起先生 请你把车窗摇下来 请吹一下 酒侧领检 我都遇过好多次 他身上都有一个 在他胸口这里 黑色的小小的一块 密路器他全程要掌握 他两个嘟到拍人 如果他今天检测是一个女生 就讲说 你都认为我 那我要拿出针 根本没有碰到你 你自己喝这酒发酒疯 你妨碍公伏 我要把你移送 所以警察会自路自保 那现在已经不是 你要不要的问题了 这个是一定要的 比如说像大家看看 违汉不管上节目上 在我们违汉观点 都放一个电脑 对不对 那这是我的选配 可是什么是标配 来我告诉各位网友 标配就是 所有的节目 所有的论论节目 一定要有麦克风 没有麦克风 那我讲半天 你听的声音不清楚 这叫标配 所以既然海巡署标配 是要带密入器 我刚讲的 当天有四个海巡署的队员 四个人都没有带密入器吗 四个人都没有吗 你说那个船身的摄影机 或者是手持 那个我都不管了 我就会密入器 那因为没有这个画面 所以现在目前造成的 大家各说各话就很麻烦了 我放一段 四年前 一样是海巡 在澎湖看到了大陆渔船的时候 全程怎么样登船检查的 SOP影片会说话 所以观众朋友 为什么现在你能看到这个影片 这是海巡署提供的影片 因为有露水才有影片 对不对 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那为什么以往的登船检查 或者是查气到越界的大陆渔船 都会露营 这一次没有 现在大陆的渔民回到大陆之后 他指控我们撞船 指控我们把他们撞翻 指控两个人死 是因为被我们撞 那你拿出画面 证明他讲的不是死就好了 而且两船有碰撞 我的用词都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两船有碰撞 不代表就一定是谁撞谁 之前我们跟日本的 这个保安厅的那个大的渔船 相撞的时候 他也讲说台湾的渔船撞我们 16个人统统抓去冲绳关起来 结果调查一个礼拜 发现说不是 是他们大船甩尾之后 把我们的渔船靠近 所以已造成我们的船 撞到他们的船 是他们的错 后来把16个人都放回台湾 还跟我们说道歉 还赔船 对不对 所以事实的还原非常重要 所以第一点我叫 旧事论事很重要 我完全没有要帮中国道路的渔民讲话 我认为我们的海巡署 就是做该做的事情 坚定执法 我这边公开跟大家讲 黄华人是支持的 可是我发现我们台湾的 现在目前网路上的舆论 已经出现两极了 有一群是讲说 哎呀政府一定乱搞 我发现你们不是在讨论事情 你们在反民进党 那我们进党 就一定乱搞 我不喜欢这样 那另外有一群是说 哎呀戏后啦 反正他们那些人 根本就不是渔民 故意来这边要 要害我们的是敌人 那你这样子讲的话 那就准备下一步就是要打了 我希望两岸应该要降低 敌对的状态 现在出事情就要解决问题 赖清德昨天怎么讲的 再讲一次 妥善处理 坚定执法跟避免发生 赖清德没有讲说 谁理你啊 我们要学扎祖康吗 别人闯了灯 我们就要红线违规停车吗 不要 不要管中国大陆 如果遇到同样的事情 会不会对台湾的渔民好 我们台湾人要有台湾人的格调 跟我们的高度 第一个要就事论事 第二个要将心比心 因为今天已经死掉两个人 有网友误解我前一篇文章 因为我在我的广播是上级 今天这个委员观点是下级 上级叫做就事论事将心比心 下级叫人命为大 要妥善处理 我说因为出人命了 是非先不论 我不认为我们海军署一定错 但是因为死人了 先表示哀悼 慰问遗憾 总没错 不会有什么问题 今天警察执法 结果因为他没有驾照 或是他怎么样 车上有放毒 他很紧张 他就开车 就后来撞了以后 他过世了 警察也会问他 警察没有错 可是警察也说 很遗憾 对不对 所以当已经出人命的时候 好我举个例子好了 去年大陆有风灾 我们有一个什么台风 从台湾经过以后 结果台湾没事 都欧弥陀佛很好 很幸运 结果大陆好像连北京都淹水了 死了很多人 赖清德跟蔡英文 是不是有在 好像是在X 就是那个推特上面 Paul文去跟大陆表示 我有没有 我想大家还记得吧 这就是人道关怀 今天已经出人命了 大陆的网友 当然会生气 我们的广大兴28号 2013年的时候 去菲律宾的旅宋岛周边捕鱼 结果后来被开了52枪 传老大被打死了 你生不生气 我告诉你 我当时超生气的 我还在外交部跑 外交部的那个什么 白溪里 跑去那边 就召见以后 他们还一副很不甩的样子 后来他说要去吃小笼包 小笼包老板讲说 来我才不给他吃了 大家会生气 所以江心比心 大陆有渔民死掉 你先不用管他是不是渔民 死掉是重点 就算他今天是偷渡客好了 今天今天是走私客 他贩毒好了 他过来 你也是抓了他 关五年十年 也不是把他弄死 可他现在死掉了 所以江心比心 慰问是没有错的 所以人命为大的情况之下 我不是叫蔡总统 跟行政员长陈建仁道歉 网路上 不要自己帮我脑补乱加字 慰问表示遗憾 跟我们错了道歉 都不一样的 所以慰问表示一看这件事情 可以降低 两岸的紧张关系 跟人民的感受 都已经 领导人都有出来讲话 那就是台湾领导人 但应该是也不是 这不是故意的 总不要弄成激愤 你看这两天 大陆很多的po文 包含海巡署里面那些官员 还有管壁林 都被弄土 用黑白照片打个X 你不想干嘛了 已经到了 要刀剑相向的程度 这真的很不好 所以人命为大 我觉得我们的相关单位 你看像昨天赖清德总统当选 他是以民进党的 党主席的身份去讲的 我倒觉得奇怪 我这边也提出我的看法 为什么都已经 美国都关注害怕两岸 会因为这起事件 而引发军事紧张的时候 总统不开国安会会议 然后总统不适度的表达 他的意见 不是叫海巡署 那几个人每天在那边说 有没有灭入器 我们怎么样 你应该要层级提高 也不是管壁林 还有会主委 应该到行政院长 其实如果总统 谈话也可以 我觉得可以 为什么 不是说看到大陆害怕 所以要谈话 代表我们的重视 总统他是 我们的最高领导人 而且他也代表个名气 当总统脚下的分量 跟其他所有的人 评论有什么 绝对不能比的 总统出来定调 表示非常的不幸 看到这个事件 后续要避免发生 我觉得整个情绪 都会cull down很多 最后一个 就是我讲的妥善处理 那因为现在大陆 的船员回去以后讲 他是被撞翻的 我觉得这是很麻烦 那我们今天能拿出影片来 影片证明 他可能有情绪 他可能当时 他的角度看是这样 但并不是的 影片还原 好好说明 但是问题是 就坏在我们居然没有影片 那怎么办呢 至少能做的部分 还尊俗的说明 要完整 不要有前后说法不一样 我们的领导人 我们的主事者 我们的院长 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党主席 应该要表示慰问 还有最后你我 我们都不是官员 但是我们是人民 我们每个人都在网络上 写文章留言 不要去对这个事情 冷嘲热讽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两岸的情势 我做个结论 大家一路听 委安管理也很清楚 我完全不会去反对 蔡总统跟赖清德 总统当选人的 中华民国与中华民国 互不隶属的政治选项 这是民进党 现在目前的两岸态度 跟国家方向 然后已经蔡总统连任两次 赖清德又当选了 以后台湾四年 也是这个方向 我不会觉得说 你看啊 所以赶快回九六公司 不用 政治上你可以完全不要妥协 主权也是寸土不让 可是人命关天 人死为大的时候 你表示慰问 降低两岸的冲突的紧张 这绝对是好的 因为没有人希望战争 赖清德总统也说 不要战争啊 所以这种时候 你再去有任何的情绪发言 讲说啊死了好什么的 我完全反对 我完全认为 这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以小是大以智 以大是小以人 希望大陆能够宽怀的 看这件事情 希望我们能够明确调查 用智慧来化解这一次的危机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希望两岸都能够 把情绪放下 涮善处理 而且以后 希望不要再发生 以上是这个礼拜里 玩笑观点 请大家订阅评观点 YouTube频道 订阅分享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